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25日,这是今天第六场读报点评节目,第七场读报点评节目,来谈谈最新消息啊,现在是外商纷纷从中国撤资了,就习近平搞这套内政外交政策,倒向了俄罗斯了,搞不好可能要亲自的直白的支持俄罗斯武器弹药了, 或者让中国这些年轻的士兵们直接参战了,有这种可能性和美国比拼啊,所以这个既然战争要来临了,生产经济形势不可能好啊,这刚刚看到消息,路透社的消息箱啊,这是发广报道的,丰田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广州汽车集团,核子企业上周末,解雇了一千多名职工啊, 一千个家庭没有收入了,不是开发笑的啊,因为他这个公司以前丰田是非常稳定的,有的都干了十多年了,甚至二十年,对不对啊,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工厂什么时候建的,估计也年代挺久远的了, 改革开放数十年,你想,广州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啊,一般来讲,打工啊,时间长都不愿意换地方,一个是人头鼠,另外操作也熟练了,而且啊,有稳定收入啊,月底啊,都是花钱,都是够猛,是吧,花到月底,反正下个月还来钱,啊,人都是这样, 倒点来钱,尤其是买了房子,有那个按揭的,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按揭非常重要,到了月底,啪,转走了,你看呢,收入是几千块钱,转一大半,是不是啊,所以就指望上了,结果现在怎么样,咔扎一声,这一千名的员工,提前终止了核档, 当然,这可能有些违约条款,给它补上,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一次性的,从此没有了工作,再找工作,没有工作,很难啊,据日经,这个中文,这个报道,原因是什么呢,丰田此举表明,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的价格债,给汽车制造商带来的压力啊,完蛋了,那么丰田方面表示啊,这一决定是基于目前的生产情况,这个报道将在中国,由于市场转向了, 纯电动汽车,和经济放缓的影响,有多种原因,还有一个,汽车领域的这个能源革命,就改变了,传统观念,以前都是汽油,走哪儿加油,说啊,现在不加油了,电动,整一个,这个,呃,好多那个加油站,啊,不是加油站了,啊,它就充电里边,然后你停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充电,很方便啊,说是,由于这一情况,还有关于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啊, 新车销售低迷,日系车面临着逆风正在加强,说日经中国网报道,在中国由于政策推动等原因,纯电动汽车需求正在迅速扩大, 中国已经成为比亚迪和美国的特斯拉等国外大型新型车企展开激烈竞争的市场了,就市场非常残酷啊,因为你不改进,不创新,人就也赶上你了,日系车在应对电动化方面,齐步较晚,需要刷新新产品阵容和改革成本的结构,有竞争粉激烈,你要降低成本啊, 据丰田7月6号公布的23年1到6月份就半年,累计销售比去年重期减了2.8,仅卖出了87.94万辆,100万辆都没卖出去, 2022年6月到12年,是以丰田等日资企业具有优势的汽油车为对象,局部采取汽车购置税减半措施的时期,现阶段销售已经开始出现下滑了, 说是广汽丰田截止23年6月的员工人数为1.9万,1000人相当5%,还不错,仅仅裁了5%,别着急,这是第一步, 还会再猜,战争真正开达了以后更完蛋了,所以习近平统治下,中共国现在已经经济的麻烦来了, 惊涛和那样来了,据悉终止合同的员工广汽丰田,除了协助寻找新的工作单位之后之外, 这胡扯怎么找,还像支付法律规定的经济不上进,就给一笔钱,我估计给个30万50万就完了,你花光了咋办,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人,我们再来看看,说是形势严峻,习近平无计可施啊, 习近平现在可以这样讲啊,面对海内外的,内外交困的形势, 尤其是经济一路下滑,疲软,甚至经济有可能危机, 这个老百姓造反,这个形势,习近平一招没有,因为习近平就玩全数抓人行,干别人不行,不行,抓,就这么简单,没收财产, 但总抢不行啊,这篇文章讲,习近平接见过的盖茨,北京盛大欢迎马斯克, 说目前又出台了31条给企业打击,民企打击,然而7月24号政局开会分析经济形势,经济工作,感觉要拿手一套挽救经济的打击, 实乎无计可食,大环境变了,你过去为什么有工作,不是对外开放吗,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国开放, 美国一拉动,全世界各地外商纷纷投资,另外把中国当上大市场了,制造大工厂, 现在人不在你制造,人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很多的生产阵地转走了, 另外人家还回流,自己制造,芯片还给你断了,所以现在麻烦大了, 这篇文章讲,倒是剥去官司的说辞,显示出当局可以说难得的,无奈的坦诚, 中国运行面临的新的困难挑战,法新社说,会议语调反映出最高层的某种担忧, 应该是十分厌决,现在经济上已经崩盘了机会,因为李强不行, 就是李强再一个李强也没有用,就是李克强回来也没有用, 除非中国发生一场像1976年那场运动,也是个内斗, 如果能把这些人通通搞下去,共青团派上来, 但这已经很难了,习平只能抓别人,别人抓不了他了, 习平只有一路走到黑,黑是什么,就包括经济是很大的问题, 你看,以官媒形势报道的会议公报,一起以熟悉的方式开局, 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领导下,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社会大局稳定, 这都是瞎忽悠,怎么可能呢? 说但如果把所谓持续恢复, 与刚刚公布的二级度经济数据联系的挂钩, 就可以看成大病出狱的疲软无力, 何时能恢复元气,看不到地平线, 总体回升良好,更多的什么呢? 鼓舞士气暗抚,没有用, 为什么发生成都三十四宗顶棚坍塌, 为什么发生这么多的安全事故, 一个接着一个,这都是综合的, 不是一个单纯的小事, 有的事故,爆炸事故,就是人为的破坏, 有的是什么?毒职,不负责任, 有的是什么?可以这样讲吧, 目前还没查处原因,都是政治制度问题导致的, 就习近平搞到今天已经走上绝路了, 这篇文章讲,细究起来其实很无奈, 承认形势严峻面临新的困难挑战, 国内需求不足, 一些经济啊,企业经济困难,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就是坦诚, 也是推美责任, 中国经济在取消清零后出现的, 短暂的复苏在二季度迅速消退, 因为它的短期的反弹呢, 主要是旅游业,出行的人多了, 但是你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办法, 对吧? 你首先在创造财富才行, 在生产, 他说经济增长远低于分析人普遍的评估, 反正是李强原来想象的哥们上来了, 又是习近平的嫡系, 来到了国务院, 经济会呼呼往上上, 股票呼呼呼的涨, 没那个事儿, 经济是实在在的, 为什么李克强即将离任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人在做天在看呢, 这证明他心里不满, 为什么那时候讲地摊经济, 他已经看住苗头了, 就中国改革希望走到这个顶点了, 走到这个红利用尽了, 叫习近平搞了大倒退, 现在一个跟都会到改革开放自出了, 白地摊吧, 从头来了, 如果从头来能行也行, 也难, 这篇文章讲, 他说中国经济在取得清零后出现的二次消退, 迅速消退, 经济增长的远低于分析人士普遍的评估, 消费不振, 房地产加重, 出口逆转, 膨胀幽灵险些, 主要原因是中国持续三年的严酷, 继习近平的坚决清零不动摇的影响, 三年清零破坏了经济活力, 严重打击了民间企业的发展, 吓走了国际企业和外国投资, 更重要的是信心严重受挫, 经济发展三架马车投资, 现在投资成无底洞了, 你投多少看不见底, 缺口太大了, 那习近平大傻逼, 钱挥霍全世界逛非洲给了多少, 一带一路整出多少钱, 无力回天的, 第二次消费, 老百姓现在有点钱赶快撑到银行, 你别看储蓄增长了, 那郑银不敢消费, 他这个习惯就这样, 挣一点小钱马上放里边, 再就是什么, 再就是这个大豆子, 投资消费经济三大马车房地产, 对不对, 你这个根本也不行了, 房子也卖不动了, 现在房子也卖给谁, 现在城市里的居民, 大部分都一两套房, 要多了房子也没有用, 你租一租不出去, 扔掉也可惜, 还有管理交物业费, 还要交房产税, 这事来了, 习近平还讲什么, 住房不炒, 他得胡扯, 不炒随便房干嘛, 你整个房子不就想炒一炒, 中间正在插价嘛, 你要在承认人有盈利驱动的基础上, 才能搞活社会, 谁知情得无欲, 他自己就能装, 他又不是大公公司的人, 你就想一想吧, 这个市场要想象的, 房子都不炒, 他怎么能活跃, 就鼓励大家一起就要狠狠地炒, 炒热了, 这个才有希望, 我们帝才能够出去, 说卫松现在帝根本都卖不出去, 说习近平不懂经济, 他就在烂整, 他这个要是早点听李克强, 哪有今天, 太固执, 靠这个刘鹤, 刘鹤不行, 你看这何立峰这些人都不行, 也就李克强这么说, 还能干点事, 现在也下去了, 顾村华也能干点事, 也下去了, 没下去, 一半个下去, 我们来看后边怎么讲, 他说自从去年12月7号, 得已经抛弃清零, 不动摇之后, 习近平从此不再讲清零了, 因为他这个已经失败了, 但当局还以拐而抹角的方式, 遇粉饰, 其实他这个应该下台了, 应该说是引咎辞职, 我做的不好, 这个清零政策搞得太极端了, 我对不起人民, 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现在我下台, 这说明你是一个男人, 他不, 永远是正确, 还赖在这个位置上, 纵用一批小矮人, 还在这搞, 那你只能走向更早, 对不对, 说中央政策局在强调风险, 隐患外部行驶严峻, 强调疫情防控平稳, 这个平稳转断以后, 这个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 曲折是前进的过程, 这是在找理由, 在下变故事, 根本无力振兴啊, 你就是给这几个人, 现在都抓起来放监狱了去, 重新改革开放, 还在三十四十年, 这个不是开发笑, 经济是个周期啊, 他说, 即终结清零政治后, 清零后果才逐渐显示出来, 所谓平稳转断, 只是自我粉饰, 曲折是前进, 是一种无奈的承认现状, 矛盾是不假的吗, 这是要九个手指的和一个手指的关系, 你不要否定抓住这一点不及其余等等, 讲这套东西, 其实不是, 我从改革开放之处就在采访, 你说我生病没去过, 我最早一直闯深圳,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出, 哥们就到深圳闯天下, 你想想, 我虽然不认识, 我自己主动推荐, 我自己进来建个香港文化东北八十年代表, 我是首席代表, 你问问刘永毕, 我那时候不停给刘永毕打电话, 刘永毕那时候从新华社驻奥地利机制, 和他先生一块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 他先生做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 他做文汇报副总编, 管人事, 就管半战, 就各地的记者站, 刚好他挺看好我这个情况的, 就是自我推荐, 往后来又调查了解我各方面的情况, 这人还不错, 挺好, 大胆启用了我, 你说我那胆子够大, 那时候我很喜欢看曼哈顿的女人那本书, 当时那本书呼吁了不少人, 很多女性也闯到神圳去, 大天下, 那时候神圳灯红酒绿, 你到了晚上小餐厅已经去坐着, 门口大排档, 我一边都大排档便宜, 我住航运宾馆, 我常年住的航运宾馆, 中原宾馆, 驾兵路走遍了, 我一坐下来, 保证有漂亮的小女孩, 哗吱吱吱就来了, 先生, 可不可以坐在这里呀, 那时候你要好色, 你早就死掉了, 我都不去大理他了, 我害怕, 我很保守, 其实我妈妈告诉我了, 掉在地下的钱不要紧, 漂亮的女人不要回头看, 当然可以偷偷看, 可以啊, 回头看不行, 在那个年代也挺有意思的, 那时候片子很多, 你看国贸大厦, 说每平方米有十个片, 我记得清楚啊, 那时候你到那来, 国贸门前有个小车, 拉你到布局看房子, 盖好的房子, 一片一片房子, 特漂亮小房子, 是吧, 公寓啊, 多钱, 你知道一百平方米, 三万四万就可以买一百平方米, 在布局啊, 哎呦我天哪, 那时候咱也买不起啊, 看完以后, 想这票真漂亮的房, 什么时候大连能接这么好房, 回大连买, 也不在这儿了, 那头脑还是不开放, 要现在的话, 马上就买了这几套, 是吧, 马上坐地就变成这个大老板的, 是吧, 当时没这个条件, 也没这个头脑, 是不是, 你想报纸深圳特区报, 上面刊登的文章讲到暗接, 咱都不知道暗接是干嘛, 暗, 那就揭开, 是不是啊, 那时候请教, 请教大公报有一个人, 这个有一个能人, 请教他, 就那时候我曾经认识陈锡天, 陈锡天我写邓尔平的东风吹来满云村, 他深圳特区报副总编, 我和他喝过两次酒, 是吧, 在一个大酒店里边, 一点不存经, 你问问他, 是吧, 那时候老陈潇洒呀, 四十来岁, 我那时候也帅, 二十多岁, 是吧, 当时啊, 你想我打得多大, 东北人独床贴下, 干一番事业, 所以我对中国经济非常了解, 我跟你讲, 从改革开放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后来, 几波的就是说, 房地产高潮低潮都经历过, 所以现在这个形势已经是最困难的时候, 走到极端了, 习近平不下台, 每个好我就告这个, 只要他在台上, 经济没有任何复苏的希望, 他下去了, 还要若干年, 但是这已经没有机会了, 共产党可能就要我们垮台了, 不信你们看了, 是吧, 你们将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这个世界, 有些人不相信啊, 我和一些朋友交流过, 有些人他都, 这个, 随随这个成功者, 是吧, 都讲, 哎呀, 老陈, 你这个讲太悲观了, 没有事, 这个中国共产党还能统治很多年呢, 还会是这样, 习近平还能当韩长城领导人, 我认为不太像, 就看他能不能挑起战争, 所以美国在打台湾这张牌, 台湾这张牌还不够, 美国现在又打南韩这张牌, 现在又开始了, 只要他进入这个全套, 开战了, 他就完了啊, 我告诉你们, 你看这个文章讲啊, 他说, 政治局开会强调什么风险的, 隐患, 外部形势严峻, 强调什么呢, 疫情平稳转断以后, 经济复苏是个波浪事, 他意思没这个事, 他说呢, 这个有叫凯头宏观的经济学家, 叫查德对法新社讲, 中共政治局开会, 没有宣布任何重大消息, 但语调反应担忧, 政府担忧, 害怕, 政府在4月份, 还在为好于预期的经济复苏, 而战战自喜, 但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从5月份得20.8%, 20.8%到21.3%, 就业失业这么厉害, 你想多可怕, 其实不止这么多, 这个数字也是假的, 我认为失业很可能三四十, 甚至一半, 清华大学有个教授, 我讲了一半, 就业问题很严重啊, 政治局会议提了一句, 把稳就业踢到战略高度, 通牌考虑, 就是就业这个事, 为什么还没造反, 不到时候, 他又在家底, 因为他爸爸妈妈攒钱, 银行又的东西慢慢吃, 等到了最后家底也搞光了以后, 肯定会爆发一场革命, 习命挣钱在这革命当中垮台啊, 你们要因为他稳当不稳当啊, 除了泛泛强调下半年要着力扩大内需, 提振信息, 防范风险, 为一具体的, 似乎是增加国际航班, 以及房地产的表述, 说关于后者, 19年每次证据会议都必提房子不吵, 现在不提了, 你看房子不吵才不提了, 不吵不行的, 我跟你讲这吵, 你看深圳特区什么建设下来, 刚开始, 一天一层楼, 一层楼不就吵吗, 我买的便宜, 卖给你赚点钱, 你在吉利塞放进去, 深圳又有句话, 买吧哥们儿, 不要心疼, 一个人挣不完这钱, 就互相挣钱, 这才是有活力, 是吧, 随之轻色违约, 那时候我见了好多深圳官员, 和我一起一块吃饭, 吃了一半, 啪套出个大线表, 江先生, 你买不买, 我这个表绝对便宜, 绝对不是假的, 这是随时送给我的, 老律师, 我说你这便宜我也买不起, 我刚来深圳哪有那么多钱呢, 是吧, 你没看我住航运宾馆吗, 我也有钱, 最起码的做五星级大酒店, 阳光酒店, 阳光酒店, 是吧, 我就想的很实在, 我就住在航运宾馆, 中原宾馆, 那时候, 经常到那些, 淡水呀, 张木头啊, 中山啊, 什么叫逛的是吧, 东莞我也去过, 那地方是吧, 那个地方是这个灯红酒绿, 在咱那个年代书心里话, 什么场面也都看过了, 还有一个收藏字画的什么, 我都认识好多人呢, 我在那儿朋友特别多, 出版书的, 印刷的什么, 这个那个, 哎呀, 我跟你讲, 我到那时哥们弟兄很多, 有一个兄弟专门收藏什么瓷器的, 哎呀, 那个人很好, 哪去的那个人, 我很怀念那个人啊, 那个兄弟特别讲义气, 还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瓷器, 也不知道叫整哪里, 这个家被抄架, 安全局这种特工给你偷走了, 是不是啊, 损失不少, 想一想过去, 这是往事不堪回首吧, 这是越民族啊, 对你们讲的这篇文章, 他说呢, 这个为什么政局开会讲呢, 不提这个房子不少不提的, 被认为是政策风向转变的信号, 可能连李强都讲了, 大哥啊, 不行啦, 你说不吵不行, 人家都说你不懂经济, 大哥, 你实在确实是不太懂经济, 习宾肯定生气, 生气的不能咋样了, 李强县总理了, 别看到自己兄弟, 兄弟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趁着高兴的时候, 是吧, 替他一切, 他们说不定为了说服习宾, 晚上整个一本一座席, 山珍海味, 海村鲍鱼大侠都整了去, 是吧, 虫草都录龙给他顶上去, 然后茅台就这一上, 习宾喝的小点红姑姑一高兴的时候, 大哥啊, 再不能提防不吵的事, 是吧, 然后旁边这几个人, 是吧, 丁薛祥也却打个事, 不吵都行吗, 现在完了, 习宾坐了, 嗯, 行, 那就按照你说试试看, 因为你经济不行了, 对不对, 就让步了吧, 对不对, 我估计啊, 他们都会哄习宾, 啊, 所以是, 这个这篇文章讲啊, 他发现了一些变化, 被认为是政策转变的信号, 提出实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盘活改造个人闲置资产, 被思维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泡沫, 拼临爆破, 引爆了经济震荡, 政治局的几句话带有认错了性质的表述, 有多大刺激效率值得怀疑, 只要习近平在台上, 不可能有大的改变, 是吧, 所以但是他们这一伙小矮人, 也不都是傻瓜, 有的人肯定也看出问题, 他再不这样做不行了, 他为什么提地团经济, 为什么还要讲放款服, 是吧, 那不还要李克强这东西还要验用吗, 因为什么, 李克强这东西是根据现在变化的形式提出来的, 只要你干, 你也得面对, 对不对, 钱没有了, 你看习近平现在还能到黑非洲去护佑吗, 他不去了, 是吧, 即使这次, 我看一个文章介绍是在大运会, 又来了一批乞丐板, 叫丐板, 是吧, 看中国来写篇文章挺有意思, 等给你们写这些了, 就是都来要饭的, 都来叫, 钱多人傻, 素来都来了, 像开油对吧, 油也没有多少, 你开也开不了多少东西, 是吧, 和以前大为不同了, 也就是赵本山那个年代啊, 变了, 赵本山肯定现在偷的乐, 怎么样, 哥们那个年代, 胡闻那个年代是红金身小, 不差钱, 现在正差钱, 对不对, 没有钱了, 这篇文章讲, 他说为了刺激经济, 北京当局近年推出多项政策, 表明支持, 中国经济活力的来源, 叫私有企业, 不得不相信私有企业打了头了, 其实要真正发展私营企业, 平反重庆640黑社会的事, 好好理一理, 当年这五千多亿, 钱都哪里去了, 才2.8亿金公款账号, 现在据说是李庄, 现在是搞得风生垂起, 这个兄弟运气正好, 转向转得很快, 现在也不敢批评习近平, 据说在重新很多人贫请李庄打官司, 你看这个傅建民, 给李庄判刑, 这个审判长现在也坐牢了, 现在李庄听说那哭得浑滑脸上, 老李啊, 李律师, 救救我, 救你口才好, 我是知道你, 那李庄说当年你这么判我, 哎呀, 这我说了不算, 那都是, 这个习老大, 不是习老大, 不过老大说了算, 说了是, 他俩一路活着, 李庄还不说, 李庄谢谢, 我管你谁老大, 你拼请我当律师, 我今天肯定就得拿钱, 是不是啊, 钱可以多要点, 是不是啊, 李庄有李庄的想法呀, 李庄这个超聪明啊, 据说这生意做挺好, 那时候我记得还有来一个人, 有一天找我, 说咱们可能搞一次演讲活动, 李庄也来, 你也来, 咱们找几个人, 全是反对剥削来的, 开一次大会来的人收门票, 我记得有这么个哥们, 我说你这个, 你这一套肯定行不通在加拿大呀, 我说我不可能给你去参加这个活动, 是吧, 给钱我咱们也不能干, 他说李庄也来, 我说李庄不能来, 我不相信李庄能来, 是吧, 那个人哪去了, 还给我个名片, 是吧, 什么什么公司, 这会做生意, 想消费我们, 没闻我跟你讲, 你骗我那么容易啊, 是不是啊, 我在监狱的时候, 我这左边右边都是骗子, 是吧, 天天, 我很了解骗子的这个生法, 是不是啊, 回到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为了刺激兴激啊, 呃, 习近平的政权一开始哄命, 写出台什么呢, 三十一条, 三十一条就是一条, 你给重庆的冤甲串平反了, 把这个和彭志明放了, 把这王自强放了, 给那李强都平反了, 然后给孙大武也平反了, 还有重庆一个叫李强清的一个人, 研究西市军的, 都给人放了, 上认错, 赔偿准事, 大肆血缠, 你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习近平就大虎佑了个家, 要放了以后, 那些公安局的人怎么办, 习近平不敢得罪公安局的人, 是吧, 你看重庆当年组织的是, 325个, 27个追逃小组, 搞了这么一个, 就是大黑的小组, 好几百个, 公监法司全部打乱, 抓了640个黑社会, 一个城市直辖市, 2000多万人口, 竟然有640个黑社会组织, 都相信了, 就我老江当时不相信, 你们看我写的文章, 多伦多, 那么多的媒体都跑到重庆去, 给你捧臭脚, 当时我就讲, 你们的鸡脚骨断了, 是不是啊, 那佛西来在那搞的, 王王大革命这一套, 你们进来捧它, 就像现在一样, 都捧习近平, 习近平这个政权呢, 要快了, 我给你讲, 现在已经露出端倪了嘛, 秦刚这个案, 就相当于王立军这个案子一样, 差不多少, 对不对, 你像这个火箭军这个案子, 那不都一样吗, 这种政治制度, 就这些人搞这套东西, 不能长久, 就是一阵风吹过去, 等再过几天, 你再回头看, 就现在你弹剥鞋的时间, 王立军这个时间就超傻, 你王立军傻到什么程度, 是吧, 自己按摄像头, 全国最多摄像头, 自己最后跑的时候一看, 我的天, 摄像头这么多, 我怎么跑, 愿你自己, 摄像头是你自己搞的, 不过说王立军挺聪明, 准备一套假法, 假话, 他长得也正像老大妈, 把那假话往通一照, 据说在加油站跑的, 加油站那点, 好像摄像头拐弯都要少, 跑了, 当时跑的有地方跑, 叫做成都领事馆, 现在你跑到美国地区, 这个怀抱里也跑不了了, 领事馆也没有了成都, 是吧, 为什么现在蒙整这个刘七宝, 是吧, 刘七宝那时候不就四川省委书记, 这原因都在这里啊, 对不对, 他这还是万里的秘书啊, 对不对, 这习近平下手痕啊, 这就不去讲的了, 你看, 现在又开始忽悠民营企业家的31条, 310条也没用啊, 对不对啊, 这篇文章讲说鼓励民间资本啊, 纽约时报分析啊, 说中国政府在打压民企压制创新, 推崇国企三年以后公布这份文件, 差不多相当于一种妥协了, 也就既承认之前的做法已经惨败告终, 就习近平不行了, 是吧, 这几个小矮人开会政治局, 给习近平灌了点酒, 是吧, 习近平心情好了情况下, 一把下习近平说的灰心转意了, 假灰心转意, 习近平心想, 我先稳定稳定, 先把经济抓上了以后, 然后我再慢慢收拾, 习近平这个本性不能改变, 是吧, 动不动抓民营企业老板, 说总算认错了, 发光这片文章讲, 好了好事吧, 有人赞承赞, 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四下购买账, 你看马云都聪明, 是吧, 现在走的远远的, 一会儿尼泊尔, 一会儿泰国, 一会儿日本, 就都撒了热我去了, 是吧, 谁知道哪里去了, 反正是大陆朝廷各种医别, 是吧, 你看这篇文章就讲, 他们对纽约时报表示, 这都是说给傻瓜听的, 企业家不相信, 政府如真相挽回局面, 至少要为自己的错误盗窃, 至少应该释放任志强, 孙大夫, 退还民企的罚款, 不是这个, 要想真正的, 你回心转意, 另一就忏悔, 开放党经营的暴力, 进行政治的改革, 司法体制的改革, 司法独立才行, 你看加拿大哪有这事啊, 对不对啊, 说有分析指出, 通关31条, 最关键的是29条,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蛋了, 你只要坚持党的领导, 就习一平领导, 习一平只要领导没个好, 我就跟你讲吧, 说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 击中领导, 说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老大哥盯着私营企业不放, 别天真了,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啊, 已经告诉你们, 送过严峻的经济行事, 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篇文章, 大纪元的, 题目叫什么呢, 习开政治局会议啊, 更大的危机在后面, 就政治会议就是救经济啊, 这里救什么, 救企业经营, 投资房地产, 中央丰田提出意见啊, 因为经济沉不下去了, 他是根据24号召开政治局会议, 也是这篇文章主题啊, 这里只是引用了这个一个评论员, 军事评论员, 时事评论员, 王赫的观点, 他说中央政局开会议就是空话, 套话都, 这都是老问题, 根深蒂固已经拖了好多年, 目前中国经济是老问题, 根深蒂固已经拖了好多年, 他说目前的形势开始变得危险, 对整个经济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就现在这些事件啊, 导致这个经济要崩盘了, 说是就房地产问题, 中央政政局会议他讲啊, 要适应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 实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公共设施建设, 盘活改造个人闲置资产, 要切实防范化解这个重点领域的风险, 他采访了经济学家, 财政学家叫郑旭光, 他说中国所谓的重点领域风险, 就是指最近的房地产巨头恒大爆雷, 恒大爆雷啊, 牵一发动全身, 因为恒大离摘牌可能不到三个月, 他必须公布财报, 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巨头恒大, 过去两年亏损了8120.3亿, 负债负了多少呢? 24374.1亿, 一个人你要欠一万块钱, 马上都睡不着觉, 人家欠多少? 两万多亿亿啊, 怎么还? 恒大的虚假印保证不害怕, 反正还不上了, 花吧, 人生就是一条命, 我也还不上了, 你能把我砸? 你还怕他死了呢, 还在保护, 死了以后不更完了吗? 不死这个人在, 好像讨债还有个债, 还有个债权人来找债主, 是吧? 你死了债主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你看这很可怕啊, 他说呢净资产约为5991亿, 恒大总资产是18383亿, 其实他这个卫生亏损这么厉害, 我讲句公道话, 主要他压了很多地, 地现在缩水, 不过现在大关系好, 外上纷纷的来, 假如打个礼拜吧, 假如现在真是这个王少就是搞成了, 这伙人都抓起来了, 像1976年这个汪东兴那样, 整个的国家啊, 老百姓是在歌在舞啊, 拼拼起舞蹦高跳, 总算抓了, 抓了, 抓了这伙人, 马上来了希望了, 是吧? 到那一天, 他压那些地区又升职了, 缩水比如说只平估一个亿, 一下变十个亿, 这一下又赢了, 是不是啊? 可惜这一天不能来了, 他现在只能抓别人, 他提了一大批人, 公公监法司, 王小红, 英勇, 张军, 贺荣, 都他的人, 菜鸟, 使劲抓, 越抓越完了, 缩水了, 最后一个亿的地匹, 变成一块钱别人要, 到处都是地匹, 我发了, 是不是啊? 所以他亏损, 所以这个许家运呢, 实在是不走运的, 叫生不逢时也不逢币, 是不是啊? 郑虚光表示啊, 他说恒大主要账面上的一些土地, 一处理马上就会叠家, 第一恒大可能会倒闭清算, 第二会引发一系列二三是谢尔城市的地产, 估值暴跌, 你等到战争开始了, 如果真是朝鲜半老打下来的话, 到处都是房子和地, 一片一片, 你随便住, 没人要, 你就想想最怕的是楼房, 是吧? 过去是高楼大厦, 哥哥在里边什么玩俱乐部, 玩海, 这下全跑到乡下去了, 是吧? 所以我说你呀, 做好准备, 现在有乡下的穷亲戚朋友, 赶快联络感情, 还不晚, 你看中共出台这个政策, 讲得非常清楚, 什么叫城宗村, 啥意思啊? 要打仗了, 每一个城市当中都要有一个地方, 叫乡村建设, 开始准备往乡下跑了, 对不对? 一打起仗了, 党政干领导干嘛, 第一建设就转移到乡下, 叫城宗村建设, 对不对? 你看怎么叫平起两用, 和平时代的时候, 这个汽油是大家分享用, 对不对? 战时呢, 汽油给部队用, 和什么? 和生产枪炮子弹的工厂用, 叫机用, 对吧? 明白了吧, 做好打仗准备, 因为习平知道完了, 给这个昨天又是热火了, 都来家门口了, 又来一艘航母, 来一艘航母, 走不回去了, 是吧? 你看他这里讲啊, 他说, 财经专家郑学光指出, 中共所谓的重点领悟风险, 实际就指最近的房地产巨头, 恒大爆雷了, 恒大爆雷千一发动全局, 因为恒大离宅牌, 可能不到三个月了, 必须发布财报, 就他企业影响太大了, 随着恒大爆雷, BBC报道, 上百家房地产企业相机出现, 违赛违约, 资金垫断裂, 喀萨已经断了, 甚至倒闭, 烂尾楼成片出现, 以后到处, 人见了以后, 老家, 给你个钥匙, 那个房给你, 我不要, 你千万别给我, 我还有一百多套的, 你别给我, 到处给你这个, 为什么, 没用了, 网络大革命不就说, 你看这资本家抓起了以后, 那房子, 有的是, 我就跟你讲吧, 太多太多了, 你随便进去, 就抄家完以后, 递下, 全是小金钻, 我那十岁啊, 我也不懂那边是干嘛, 就觉得拿脚踢好玩, 踢到墙上声音响, 叮当弹回来, 小金元宝, 那个地主家呢, 一盆小金元宝, 资本家啊, 那时候张本正在大连, 他是船王嘛, 就像董建华那个角色, 张本正枪毙了, 给日本人做, 就船王啊, 大连弯的船王啊, 他的老小老婆就和我坐对面邻居啊, 张本正枪毙了, 你看抄家的时候, 你去看看, 那小金钻, 咱也不知道那小金钻, 它就黄泊垃圾的, 不是很亮, 不像现在这个金子, 怎么都正亮正亮正亮的, 橙色可能不太好, 那个橙色好, 是有点脏糊糊, 脏细细, 有个词, 收藏, 比如在包将上吧, 就那种小金钻, 一个个的, 有那么几十个, 然后操架, 红维冰也不要, 对的那放的, 小孩咱们觉得好玩啊, 拿脚踢, 我妈妈不让踢, 为什么, 一踢给的鞋踢碎了, 我们家对的一双鞋, 鞋下面露一个洞, 再觉得好玩, 我看叮当个体强弹回来, 你说那时候智能动之前, 是不是整个一包留到现在, 那个是一万富豪了, 那时候人乱世, 人们已经不看重什么财富了, 什么楼啊, 钱, 车, 人们看重了什么, 粮食, 命, 友情, 爱情, 亲情, 告诉你, 那到下一场, 接着再给大家讲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 再见,